画面中这四名以色列女性人质 年纪不过18到19岁 脸上沾着血看起来虚弱又无助 哈马斯又再度公开人质影片 父亲听到传来女儿的哭声 心如刀割 光凭这段影片也很难确定 女儿被关在哪里要怎么救 以色列政府说 这些哭着喊换球的影片 都是哈马斯的心理战 家属实在听不下去 台拉维夫几乎每天都有 呼吁换球的活动 而且声量越来越大 就在此时不远处的西岸地区 还爆发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拉扯推及不断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 标语写不欢迎 把加萨同胞惨死的账 算在美国头上 不过布林肯这趟是专程来见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其实要谈的就是 由谁来治理加萨 我们谈了这些努力 我们也谈了这些努力 把巴勒斯坦的主席 和巴勒斯坦的主席 所以它能够 帮助加萨 伊斯坦 譬如说 他们不会承认 巴勒斯坦的主席 但关键还是以色列 愿不愿意让巴勒斯坦 重掌加萨 布林肯接着飞往巴林 揪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一起施压 提供宣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